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把这个火腿肠插在辣椒里 瞬间的变成一道好吃的家常菜 又酥又脆真的是太香了 树上摘着尖辣椒 然后一怼一拽把这个根给它去掉 媳妇吃剩下的火腿肠 咱们给它插在辣椒里 尽量的给它插得紧直一些 然后用刀给它切成小段 再用牙签给它固定 防止炸的时候散落 空碗里打上两枚泡芙坦的奔鸡蛋 然后加入一包小酥肉专用粉 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 不管炸什么都是又酥又脆 加上适量的清水 把这个淀粉糊和到酸奶的状态 最后加半勺的油会更加的蓬松酥脆 把这个辣椒炸上薄薄的一层淀粉糊 六成热的油温一个一个下锅炸 每天都分享做菜的小技巧 给个双鸡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全部下锅以后开中火慢炸 大约需要三分钟 把这个辣椒炸得饥荒素脆了就好了 外酥里嫩一口一个真的是太香了 比完的你也试试吧